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nn與Lam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陳麗雲的演藝人生 陳麗雲是在1939年8月21日出生 大家都叫她做麗雲姐 她是香港女演員 前麗的呼聲、麗的影聲、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和無線電視的女藝員 曾經幫香港電台、電視部和ViuTV拍過電視劇 1951年陳麗雲加入麗的呼聲做播音員 1966年加入麗的影聲做女藝員 1981年加入麗的電視 1982年轉為無線電視 1983年又回到亞洲電視 1985年約滿了離開亞視 1988年又再回到亞視 之後一直在亞視服務了15年 而她參演的電視劇有數十部 為亞視貢獻良多 是一個演技派的演員 她的經典之作有 冬日嬌陽、木桂英、我和薑絲有個約會 裡面的平媽、萬家燈火、金日法庭、香港高高高等 在2003年底 陳麗雲就離開了效力了15年的亞視 在2005年她第四度回到亞視 直到2009年4月 而在2010月她又第五次回到亞視 直到2013年約滿為止 此外陳麗雲也曾經為香港電台電視部 和ViuTV拍攝過電視劇 根據陳麗雲在電台節目的訪問裡透露 她只是在1948年 在九歲的時候 和姐姐在聖嘉勒學校讀過一年幼稚園高班 之後就沒有受過正式的教育 早在麗的呼聲的年代 在1951年 陳麗雲十二歲的時候 已經是兒童播音劇的播音員 然後她就做了幕後工作人員 負責用針筆來抄劇本 每一份是五元 再之後就轉做編劇 曾經寫過三百多個劇本 而第一個播音劇 是三十集的劇本 姑媽男主角是譚炳文 在1951年加入了麗的呼聲 而是誰得獎是她第一次演的廣播劇 她1966年就轉去麗的影聲 第一個幕前演出的節目是麗的歌壇 而小夫妻是她第一次演電視劇 後來的黃老五更是首次以女主角擔綱演出 同時陳麗雲也有參與編劇的工作 曾經寫出可能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用英文演唱的粵曲短劇 黃昭君 女主角黃昭君也是她擔綱演出 去到1981年陳麗雲就加入了麗的電視 1982年就轉頭無線電視 但在1983年她又回到亞洲電視 1985年就約滿了亞洲電視 不過1988年她又再回到亞洲電視 直到2003年底她與亞視15年的合約 就約滿了之後就沒有續約 而2005年陳麗雲又第四度再回到亞洲電視 誰知在2010月她又由第五度再回到亞洲電視 直到2013年約滿為止 此外陳麗雲也曾經為香港電台電視部和ViuTV拍過電視劇 而在2009年4月19日 陳麗雲就憑著許安華撿到的香港電影 《天水圍的日與夜》飾演梁歡一角 以70歲的高齡奪得第2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 陳麗雲這麼多年來嘗試過不同的工作崗位 譬如曾經幫陳振華、周秀蘭、陳依玲和米雪 做幕後代槍 他又做過編劇 又演出過廣播劇 又教化妝和做作家推出散文集 真是薄學多彩 樣樣皆精 偶然也會客串演出電影 而其餘的時間就做義工 他的包姐是華惠娜 Bura Waters 後來是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學員 之後就參加過傳銷公司 譬如Newskin成為傳銷領袖 至於陳麗雲的廣播演出 計有麗的呼聲1957年兒童節目廣播劇 是誰得獎飾演媽媽 1960年代王超軍飾演王超軍 而他演出的劇集有麗的影聲 麗的亞視亞洲電視 計有1960年代小夫妻 黃老五 1976年長林嫂 1976年十大奇案二之 醉貓槍 他做醉貓槍的妻子 而1977年三少爺的劍 他做啞巴妻 恆生劇場之信心 至於1978年有追逐飾演亞營 鱷魚類飾演蘇士 1979年在新變色龍裡飾演花夫人 1984年在101驅報令裡 第二輯熱線999做韻夫人 而1985年在霍東角裡客船 1988年合女傳奇 1989年出演過赤子洪峰 王家麗人 王家檔案三之天涯無路 是做李大頭的婆婆 去到1989年就飾演血染子禁城 做老舉媽媽 至於1990年 南月亮飾演蘭姨 好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請大家點贊 留言 分享和訂閱 拜拜